這段報告要很長時間做 到了中央提出巨大改革 已經寫著了 差點寫完了 事實上來說 基本上都是每多政策局提出一些 所謂在不同政策範疇 所謂新游也好、改戰也好 不然就拼在一起 但我一向提出 以後做法應該是從頂人之計 特區政府很清楚離定幾個改革 或者發展的路向 然後由政策局 按照這個路向來設計 他們的政策真流 然後再由這個政府高層再整合好 形成一套比較上 比較全面的能夠引發各方面 對香港前者有信心 那種改革的計劃 那種改革會更好 香港熱廚房正經有味道 歡迎大家來到我壓請煮你的香港熱廚房 行走江湖幾十年 憑經驗靠眼光 談政治講時事 為大家炮製正經大餐 全球四大拍賣行 不約而同在香港設立東方總部 所謂四大拍賣巨頭就是 蘇富比、傑士德、傅藝師和邦漢詩 這個消息可以說是 確充了香港作為國際藝術品市場中心的版圖 當金融和房屋投資出現不明朗因素時 藝術品市場越來越成為投資者的聚焦所在 儘管在疫情期間 香港各大拍賣行都創下了交投最高紀錄 是超過幾十億美金的交易 四大巨頭在香港設立總部 最主要的原因 在這裏有獨特的國際中西文化的交會背景 還有優越的地理和交通位置 包括時間區 二合有優惠的稅務法規 包括零關稅 還有多元的金融服務和穩定的貨幣體系 還有更重要的是一路增長很快的亞洲 尤其是中國市場 中國買家就成為最重要的焦點了 蘇富比追用了中環遮打置地做新的旗艦魏諾 佔地二萬四千尺 另外 佳士德就追用了新的中環地標 The Henderson 四層樓佔地五萬尺做總部 以後來香港的內地朋友 有多一個打卡觀賞的勝地 內地畢業生憑假學歷暴讀香港的大豬院後 事件被揭發之後 黑洞愈滑愈大 事件持續發酵 實在令人咬牙切齒 現在終於有了第一宗刑事判決 一名以假冒美國Carnel大學證書來暴讀的女生 案件被他暴讀的香港大學揭發之後 被警方拘捕扣留 並且予以起訴 上星期案件法庭判決 被告被判入獄17個星期 按照香港司法制度 原先被扣留的時間 可以在刑事判決中扣減 所以他應該是可以即時釋放的 與此同時 中文大學又持續發現了 假學歷個案簿超過10宗 他們亦立即報警處理 假學歷案件嚴重損害內地和香港的院校聲譽 令到學生來香港升學 或者人才到廣就業的大好事蒙上烏點 目前片案雖然陸續被發現並且判刑 但動不動收人家50萬最低消費的這些黑中介分子 一日不查處產除 就仍然會作惡害人 所謂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兩地執法部門對此是否束手無策呢 難道我們只能夠坐在更多的騙案 繼續發生嗎 特首一年一度施政報告 10月16日宣讀了 這是他任內第三份施政報告 封面採用了和去年一樣的綠色 標題是十二個字 齊改革、同發展、慰盟生、見未來 特首李家超在立法會用了破紀錄的 兩小時40分鐘讀了全文 既然這是施政報告 內容自然是覆蓋全面 涉及香港每一個角落頭 所謂犯法都碰到了 不過始終還是會關注就是 每年結合當時的形勢 但今次的主調是甚麼呢 主要的看點又是哪裏呢 今年自然不例外了 報告是以如何提振香港經濟 增強國際競爭力 改善民生住房問題為主調 但與此同時 最近中央政府一再強調 要提醒香港要變 特首在施政報告中 怎樣回應又是另一個看點 我們今天請來之前 還擔任過特區政府 中央政策組CPU的首席顧問 有請, 林曉飛 是 佳叔 是 歡迎我們廚房 是 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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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喝杯 來, 喝杯 是, 喝杯 今天會問施政報告 這次的施政報告你覺得重點在哪裏呢 嚴格來說, 找不到什麼很明顯的重點 只是覺得相當努力 總括來說, 我用的名字叫做 漸進式改革 漸進式改革 李家超, 為了回應中央 做了什麼 那這個可以是一個優點 亦都是可以是一個不足 可不可以這樣說 嚴格來說, 又不可以說它太差 因為為什麼呢 它始終也有幾個大方向在這裡 這些大方向, 包括提振這個傳統產業 這個開拓新產業 處理好民生問題 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提振這個本錢能力等等 它在某些範疇 比如這個文化創業產業 低空經濟 推動創科發展 以至是推動教育和醫療產業化 它似乎都有多少向前往 沒有這樣的情況 總體來說 你可以說特區政府都一直在進步 即是逐步擺脫 這個職業不當如 這樣的做法 就是向著某些目標邁進 施政報告提出要改革求變 包括強化政府、治理體系 港府將成立四個工作組 包括教育、科技和人才委員會 發展低空經濟熱點工作組 發展旅遊熱點工作組 以及出進銀發經濟工作組 由司長和副司長領導 為強化政府發展經濟、旅遊、 以及吸引人才等 整個施政報告 今次是最長的時間 裡面說改革兩個關鍵詞 用了28次 但他一開始就說 我上任的時候 已經是提出要改革的了 這個當然是回應 大家說香港要改革這件事 但只是這樣的回應 或者比較著重提到改革 夠不夠呢 如果要改革、改變、改進 任何政府都要做的 這不是甚麼特別的 不是在政策上收到補補 或者是稍微改進 而是大起動作令人覺得 特殊政府真的能夠針對 有些所謂的結構症問題 如是做一些開創症工作 這一點為說 我在副司長的報告裡面 當然看不到 但不等於說 以後他不會做 因為始終政府提出這個改革 都比較近期 需要時間 這個所謂的特殊政府 加大力度 勇於改革 是最近的事 這個最近的事 實際上我自己的疫情 在中央組做這個手段庫務的時候 要知道資料報告 要很長時間做 到了中央提出巨大改革 已經寫著了 差不多寫完 因為事實上來說 基本上都是每個政策局 提出一些所謂的 在不同政策範疇 所謂的新游也好 改善也好 然後就拼在一起 但我一向提出就是 有很多做法 應該就是從頂人制製 但是他很清楚 離定幾個改革 或者是發展的路向 然後這個就是政策局 按照這個路向 來設計 他們的政策真由 然後再由這個 這個政策局 再整合好 形成一套比較上 能夠引發這個各方面 對香港前景有信心 那種改革的計劃都會好一點 我可能要記錄下一次選報告 或者是現在到到 下一次選報告之前 看看有沒有機會 例如有些人提出 有一個討論的機制 有一個委員會等等 我經常覺得政府高層 應該有一個委員會 專門處理長遠 雲觀戰略問題 來引領政府各部門 去做工程 而現在來說 我覺得他暫時還沒有這個機制 特首很長叫這個所謂幸福港 現在這個施政報告 我看到很明顯地 譬如處理劏房問題 你覺得劏房問題 現在要提出一個 就是取締的不合規格 他們就要定標準 就叫選擇貨房 給我的印象 是不是政府覺得是時候 要回應中央或告別劏房呢 這件事要Food Stop有個句好 所以以後都不會有劏房 這個詞出現 其實中央業務局也好 的確劏房 現在這種擠迫的狀況 加上一間房屋 的確是香港之恥 香港之恥 任何政府都不能不處理這個問題 但我已經知道劏房的形成 有它的歷史原因 有它的實際需要 事實上有些劏房的住客 根本上他沒有資格申請中屋 而他又不想去住一些偏暖的地方 有些是要遷就上班 方便一些 那些是近市區找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現在只能做 就是逐步逐步 改善所謂劏房的環境 盡量將更多劏房合資格的人 搬到好些公道住 整個都是這樣的 但是你說要消滅香港 我看不自實地 沒錯 你的詞釋報告中 對這些譬如經濟的 做消費的 開餐廳的 中小企等等 他們的幸福感 是否都應該有些著墨才對呢 這個問題 因為我有多些同情 特殊業務 因為整個科技經濟環境的測試 內地經濟環境又不見得好 很多結構的因素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說要令到社會各方面 包括中產階級 都有幸福感 中小企都幸福感 有些困難 但是問題是 很多時候你從政府到處看 或者從政治到處看 就不是馬上讓人覺得 我的生活最初提升了 收入增加了 這樣就這樣 而人家要給予希望 讓人覺得政府 在比較愛戀環境下 以政準確所能 提出發展的主張 他最終會受惠 你要求他現在 有些耐性 等待政府 又工作 取得成立 但是你知道香港 一個開放型的經濟體系 但是單靠自衛高度都不行 以外圍一度不好 特別現在我們將來 可能面對環球經濟都不好 加上很多 我們不知道會否發生的銀擊 例如台海局勢 南海局勢 中美之間的關係等等 所以變成了政府來說 一方面 你不能和中共解釋清楚 我們面對有甚麼形勢 面對有可能發生的銀擊 和政府將會做甚麼 盡量令到形勢的變化 和危機出現 不會對香港造成太大影響 在金融方面 李家超表示 政府將拱固 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包括進一步優化 推動內地大型企業 來香港上市 優化上市審批效率 政府也會持續優化互聯糊通機制 強化全球最大離岸人民幣 業務樞紐地位 助力人民幣國際化 另外也會積極以內地商討 為債券通、南向通適度確融 包括擴大合資格境內投資者範圍 例如納入證券、保險等 非銀行金融機構 現在的科技 香港藝術創科中心 數字就說 第一 創科佔的GDP很少 都不到一 即是零點多 而那零點多的投入 幾乎全部都是政府投入 即是所謂那個 no tech low-year high-tech high-year的狀況 你得不到其他民間 或者財工商界 或者海外、國際等等的投資 你單是靠政府 你起步已經慢了 要推動科技發展 要推動創新科技 最初是政府投入很多 而你形成一個所謂經濟生態 令到私人機構 封面投資 天使基金 這些需要一個過程 香港自己單靠自己 根本形成不到這個所謂 推動創科的生態 一定要跟大灣區 特別要跟深圳合作 但問題是我們現在 是否願意跟深圳衝勢合作 或者錯位合作 利用我們的優勢 即是互補長短 很多人 我們的優勢是甚麼 有些基礎研究可以用 我們有一個最知識產權保護的系統 我們有一個融資能力 我們有一個所謂的製成品 推銷 即市場推銷 這些能力 這些能力 我們跟深圳的技術方面 和生產方面 讓我們修正 但是我們 如果能夠做好合作 形成一個 跨越香港和內地 跨越香港和深圳 跨越香港和大灣區 過這樣的所謂 創科生態系統 即利用好我們的優勢 跟別人的優勢配合好 都未必不一定 一些見譜都沒有 最新CPA的新決定 都說明一些問題 我看到20屆三中全會之後 立即一個星期之後 延遲退休的措施就出來了 接著CPA現在新的措施出來了 很多人提醒我 以前CPA設施的措施 可能還出現 大門開了 小門不開 有地方、企業有很多阻滯 現在可能打通這些經脈 正如你所說的擔心 可能稍微會舒緩 這個我又不會太作觀 為什麼呢 因為始終地方保護主義還在 是 但是我們與我們之間 在很多制度和標準方面 都未對接得到 所以這方面阻礙了大家的合作 為什麼會這樣提出來呢 因為現在市場未夠傳播性 未夠統一 還有很多地方保護主義 就令很多傳播性的大市場 成立不起來 因此 所以現在新的措施 就是針對這些問題來講 沒錯 因為傳播性的大市場 統一這些大市場 你走得成 才對外資外商有重要力 現在中國經常說 我們有一個超龐大的波內市場 對外商有重要力 但是如果這個巨大的波內市場 不統一的 裏面有很多關卡 那你怎樣人來吸引呢 所以現在人說 其實最好是什麼呢 在這個大灣區做個示範區 即使人所謂的要素 人財的資訊、資金 這些標準 可以全部統一起來的時候 最大的有好處 你才會令到大灣區 對外資有吸引力 人財問題 即是沒有怎樣提到 如何招攬海外人財 你覺得 是否應該提到這件事 我記得十幾年前 我在政府工作的時候 很多時候到移民政策 就阻止不苦力的黎香浩 想法會 多時都沒有幾位不高興 現在開始想著 要補立各方人財 事實上來說 如果我們提供足夠條件 這條件不只是有地方住這麼簡單 子女教育 生活方式 甚至 以前提到的高爾夫球場 那些家族辦公室來香港要設總部 可能第一個條件就是 有沒有高爾夫球場 是 就是這樣 事實上是在學術街 美國根本就排斥華裔學劇 他們有一部分想來香港 但問題是我們 如果真的要招募人財 要變成人財高地 我們要有一個全套性的規劃才行 為何他來到香港 能夠吸引不單純內地人財 不單純通南海人財 甚至西方人財 他來後 他來都挽留他在香港 這樣才有意思 人財教育方面施政報告提出革新 各項輸入人財機制 更新人財清單 擴大高端人財通行證計劃 大學名單透過獎學金 吸引境外學生 打造留學香港品牌 現在香港的整個大勢 主要是要 好像特首說要拼經濟 搶資金搶人財 這個是主打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如果給人的感覺就是 好像我們還要說民生的問題 好像似乎感覺上都很重要 其實不是完全是這樣 即是很難避免 因為剛才說的大事 你要見效、見成績 不是那麼容易 但問題要看遠一點 它不是沒事的 譬如北部都會區的發展 加快香港和深圳在科技上合作 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 譬如將香港變成黃金中心 和賣賣中心 以及肯轉不同類型 即是強化香港作為所謂 留學中心、醫療中心 這些事情都發展得好 都沒有幫助 所以這些事情都不是立即可以 今天見效 所以才走 回到58年都沒有東西看出來 所以日後的施政報告 一定要持之以恆 在那些對香港 即可以發揮到香港的比較優勢的事情 要繼續做好它 你看看很多次 這個統籌領導的角色 這個角色和這個舉措 我相信都不等得到下一屆 下一次的施政報告 在接下來這一年 就應該要做出來 你做統籌工作 你才有一個整體的發展藍圖 不是你用什麼基礎來統籌 所以我們都要少少耐性 好 喝茶 這次施政報告給人的印象 就是面面俱道 四平八穩 這個可以是贊詞 也可以是批評 我和嘉賓劉少佳佳叔都有同感 因為實在找不到一個聚焦的重點 我們當然明白 香港要變革 雪而行難 不是一天可以警察做功 施政報告中 改革這個用詞出現了28次 一開始的時候 特首已經重申 三年前一上任 就提倡改革 特首的意思很清楚 不要說我不講改革 一直在我心中 大時代當下 施政報告是否應該有所為有所不為 主調鮮明 達出一些重點 即使不可以贏得政治正確的掌聲 但也不要讓人入到超級市場 各個各取所需的感覺 如果說香港要變革 那麼施政報告的風格和策略 是不是都可以帶頭 開風氣之先 被人耳目一身的感覺呢? 如果能夠激起一些浪化 其本的掌聲有沒有更多呢? 今天的甜品味道比較複雜 我要動用四種語言來介紹 施政報告提出 為了方便接待中東遊客 建議香港出租車 張貼阿拉伯語的告示 網上馬上有人提供發音翻譯 協助司機學習 聽起來簡直笑死人了 我們來看一看 舉幾個例子 不過海 香港就不過海 阿拉伯語的翻譯就是 阿里都巴阿路巴 另外一個例子 不認路 廣東語都不懂路 阿拉伯語的翻譯就是 第三個例子 太遠了 怎麼說呢? 就是 白倫絕淡 第四個 交班了 廣東語叫高剛 如果阿拉伯語的翻譯就是 大家聽不明白?不要緊 很多出租車司機 又是產生恐慌 該不是要我們立馬學阿拉伯語吧 我哥哥家裡珍藏了一本古書 《無度有偶》是一百多年前 香港的廣東人學習英語的版本 用的是粵語音直譯 據說當年的廣東人梁啟超 也是用這個辦法來學英語的 信不信有你 反正我是聽一回笑一回 我舉幾個例子 不由你不笑 第一個例子 我要看看那個 來練習一下 I am very sorry 就是 I am very sorry 前面那個是廣東音 第二個例子 烏雷西匹提報 就是英文 Respectable的翻譯 第三個大家熟悉 就是 What's the size? What is the size? 再來一個 I have something to follow you I have something to tell you 再來一個 Cow much do you want to buy? How much do you want to buy? 最後一個例子 Please let me know Please let me know 其實廁所也好 出租車設計也好 根本不用擔心了 現在的內地 外國人來旅遊 非常流行就是手機的翻譯軟件 工作人員跟遊客溝通 好 今天香港夜廚房到此為止 歡迎光臨 喜歡明家分析 記得按讚和分享 支持和訂閱卓健明家 最重要是按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片